出了一些很搞笑的事情 就是我一天都在劝苏苏 因为苏苏穿了一双跟耳高的鞋 我自己上去 在我最重要的一段flow之前 踩到了摄像机的轨道 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失误 我应该更沉着更冷静一点 但是那下崴到之后就很痛 到现在脚还是肿的 我们在台上有说 要把题词去关掉 因为我之前有失误过 其实当时也没有过多的解释 是因为我不太喜欢找借口 但是或多或少 我自己觉得 我不是很能适应题词器这个东西 所以在那个之后 我觉得那我就不要这个东西 你说那些放狠话 那也是我的表演的一部分 属于我的表演 跟别人没有关系的 跟任何人 没有针对任何人 在这个节目里的这个菜段 你其实已经没有遗憾了 也不是 也不是没有 因为我觉得我能赢 我也有这个能力 我新创作的音乐 还没有唱给大家 还没有分享给大家 讲真的BigV那首歌开始 我才算真正的使劲了 因为之前大家合作 团队 我觉得还有更多的可能性 展示给大家 但是这是今天选择的结果 我屈能接受